在中国和匈牙利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龚涛最近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主席这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将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为中兄友好合作开辟新篇章 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龚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 中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各领域合作扎实推进成果丰硕 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 中兄两国互为全面战略伙伴 始终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 坚定支持加强互联互通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旗帜鲜明反对脱钩锻炼 阵营对抗 是实现国家发展振兴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道路上相互依赖 合作共赢的好朋友 好伙伴 龚涛说中兄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坚定伙伴 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十年 堪称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未来双方将围绕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信息科技等重点领域 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龚涛表示 匈牙利政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 坚定支持东西方互联互通 反对阵营对抗 中方赞场匈牙利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 坚持做欧洲的和平力量 稳定因素 赞场匈方排除干扰和压力 坚定深化对华合作 中兄各领域互惠互利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不仅造福两国人民 也有力证明中国对欧洲是机遇而非挑战 是伙伴而非对手 今年下半年 匈牙利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中方希望匈方推动欧盟理性 友善看待中国发展 奉行更为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加强中欧战略沟通 为互利合作营造更多正面预期 推动中欧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